为了争取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提名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积极的安排行程增加曝光度 也制造不少话题 上次今天跟吴敦毅会谈之后 他走出了中央党部 结果看到媒体又是大阵仗拍摄 他又想起了前几天帮摄影记者绑鞋带的一幕 要大家小心不要推挤 只不过这次却改口说不帮大家绑鞋带了 看来心里很介意在网络上被酸 另外郭董还称赞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欧阳龙 样貌保养得很好 更忍不住自嘲 两个人还是不要站得太靠近 不然自己看起来显得年纪大 我要看看你们的鞋带 你们现在想想看 你鞋带反而就扎到我了 我要离你们远一点 我们往后 慢慢往后 好谢谢 我不能绑鞋带 因为我要离你们远一点 你让我过好不好 要大阵仗媒体小心别跌倒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这回不帮忙绑鞋带 自嘲日前弯下腰主动帮忙绑鞋带掀起的讨论 就连看到身旁的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欧阳龙 郭董内心也有话想说 要跟欧阳龙学 欧阳变最好看 我也好看 好 没有 谢谢 变在一起我就显得老 称赞对方保养得宜 还开玩笑说自己还是不要站得太靠近 免得上镜头又被比较 因为向来出席公开场合 郭董内外都有打理 夫人曾心盈都会帮忙补妆遮瑕 宣布参选总统初选后 近期的穿搭也有巧思 几乎只有正式场合才会穿上西装打领带 不然都是穿破罗衫搭配牛仔裤 戴帽子走清明路线 一改过去总是输由头的霸气总裁形象 明显看起来年轻许多 给我点时间 如果真正的时间进入到才三个礼拜 我想我在学习 多听 多看 多学 少说 我要谨言慎行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给各位鞠躬 联访完后甚至深深鞠躬 郭台铭跨境政坛 曝光度大增 大胆评论各界议题 试图尽快上手 举手投足都是话题 记者周景瑜 刘伟辰 小雨智 台北采访到